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业 大概是在公元50到50年 那个时候罗马帝国是一个不友好的一个国家 它对基督宗教常常去敌对的作用 所以马俄国福音写这个本福音的时候 真巧是在受到迫害的时候 所以这个跟今天的福音 一个小船也说睡在上面 结果碰到了大风大浪 耶稣在窗里边睡着了 所以他们净乎把耶稣吵醒了以后 说我们都要硬死了 耶稣起来了平定风浪 这个是好像加利勒亚 经常才发生的一个事情 不过耶稣平定的风浪 是一个特别的事件 作为一个奇迹来记载下来的 它的真正的背后的意思是说 这个小船碰到狂风暴浪 跟这个罗马帝国 这么大的一个帝国当中 一个小小的马俄国的教会 形成了一个明星的对比 意思是说我们每个人都在大风大浪当中行着 但是十二佛活的耶稣基督 他一定不会离开到他的子民 他一定会跟我们在一起 这个再大的风浪 也不会摧毁这个教会 所以我们平时讲 这个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 耶稣是不是基督 基督是不是耶稣 有人讲当时候每个人都有两个名字 一个是犹太的名字 一个是希腊人的名字 对的 但是最好的解释就是说 耶稣是历史上有这么一个人 他的名字叫耶稣 这像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名字一样 基督是耶稣十二佛活以后 给耶稣一个信仰上的称号 意思是说耶稣活着的时候 没有基督这个名字的 所以我们在念《若望福音》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困难的地方 因为《若望福音》 是在公元九三年才写成的 什么叫福音 福音是耶稣的言更行 福音我们讲好消息 这是耶稣讲的话 他所做的事情 好 耶稣在公元三十年 他三十岁到三十三岁传交的 三年当中做的事情 一直到公元九十年 《若望》才把它写下来 这个当中干了六十年之久 意思是说耶稣做的事情 跟他讲的话 在《若望》的思想当中 已经反省了六十年 好 他九十岁的时候 要写耶稣三十岁的时候做的事情 所以《若望福音》当中 既有纳扎的人耶稣讲的话 也有他复活生天以后 这个基督所讲的话 再加上《若望》自己的思想 他认为耶稣讲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 所以三个东西成在一起 我们就很难分辨 这个是谁讲的 谁是谁的 基于耶稣在三十岁传交的时候讲的话 还有复活以后 耶稣基督所讲的话 再加上《若望》的思想 所以《若望》福音的困难的地方 就在于这里 好 今天的福音的主要的意思是说 我们都在风浪当中 所以我们一定要坚持自己的信心 乘风破浪 因为我们有耶稣作为我们的依靠 我们应当是像《马尔国福音》的作者一样 坚持自己的信心 乘风破浪 这个勇敢的情景 祝大家平安愉快